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,陈墨老师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,盘点国内双胞胎高材生,说得上是一个比一个厉害,网友直呼,都是高颜值学吧,第一队来自天津的院子文,院子豪兄弟,这一队是大家说熟知的,一度被称为北京大学最帅双胞胎,两人都是在2012的高考中,以683、674分的分数,双双考入北京大学。 在校期间,两兄弟都是自己所在学院的学生会主席,而且大学期间还成功创业,成立了一家化妆品公司,品牌已经在国内多个省份注册,是名副其实的偶像实力派。 除了在校表现,两兄弟还出了书,偶尔还在电视综艺上露个脸,可谓是名利双收。 第二队来自湖南黄娇阳和黄正宇兄弟,这一队双胞胎,是比较早期的学霸机人物。 2009年,两人曾在全国青少年信息羞奥林匹克竞赛,上囊括了金牌银牌。 2010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,两位小伙子农眉大眼长得十分帅气,称得上高颜值学霸。 而且两兄弟兴趣爱好,专业选择都是高度一致,长情也很难分清楚。 第三队来自南京的孙宇能,孙宇童姐妹这对姐妹话,也是十足的高颜值学霸。 两人纷纷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,考入哈勃大学研究生,现在已经毕业了第一份工作,就是在中央电视台,学习工作都可谓是一帆风顺。 两人在下期间因为参加江苏卫视的一战到底,而被大众所熟知。 后来还主持了一场互联网金融论坛,这场论坛可都是互联网大咖,比如马化腾马云等人,除了以上三对双胞胎学霸,还有来自重庆的向威,向武良兄弟,甘肃的樊浩飞,樊浩阳哥俩,江苏的黄晶晶,黄倩倩姐妹,山东的韩炳红,韩兆红哥俩,都曾是考入清华大学,或者北京大学的双胞胎高彩生。 不得不说,他们的存在是大学生群体里的一段佳话,同时也折射出一些教育现象,优秀的人一定是相互影响的。 家庭教育应该也占一定的因素,双胞胎们从小生活在同样的家庭环境,学习过程也是相互影响,所以最终要么都出人头地。